欢迎回到中天五间新闻 因为客人的一句 你们家的咖啡不好喝 让这个早餐店老板 一头栽进了咖啡世界 现在呢 今年六月 他要到维也纳来搅筑 这个咖啡大师赛 但是呢 他说就算要顶店 他也一定会参赛到底 台湾咖啡大师简佳成 为了要煮出一杯好咖啡 除了步骤很讲究 那转住的眼神 更可以看到对咖啡的坚持 我希望我能够进我个人 跟我团队的力量 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的好手 直到说在台湾 不会有那么多咖啡的 很好的咖啡师在台湾 37岁的简佳成 原本是一家早餐店的老板 为了让客人 相信早餐店也有好咖啡 一头钻进咖啡世界 去年拿到台湾咖啡大师赛冠军 取得角株世界赛之格 比赛的经费非常庞大 所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 是我把我辛苦经营的东西 去换取我比赛的经费 为了赢得比赛 坚持自己烘豆 还到产地巴拿马挑选生豆 光是练习就花了一百万元 加上比赛用的咖啡机具 运费 还有出国比赛费用 就要两百万元 把店顶让掉会不会很可怕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会很怕再喝不到 这样那么好的咖啡 会蛮可惜的 没有政府单位的赞助 一切只好自己来 成立脸书募款 也做了顶让早餐店的打算 无论如何 就是要参加今年在维也纳举行 有咖啡奥运赛事 职称的世界杯咖啡大赛 为台湾争光 昨天新闻 娱乐为台北参访报道